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、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参与普查 上周美国又有320万人申请首次失业救济 3月份以来申请失业救济总数达到3350万 占美国劳工人口的5分之一 Ninman Marcus成为了第一家申请破产保护的大型百货公司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查显示各阶层收入均减少 CDC交给白宫17页安全重开指南 CDC官员证实遭白宫拒绝 研究显示美国大兜疫情因纽约旅行所引发 欧盟预计今年经济萎缩7.4% 远高于2009年衰退期的4.5% 俄国为近日全球感染增长最高的国家之一 普京支持率跌到20年最低水平 中国开放上海迪士尼乐园